继曾经的大鹤拒绝变身奥特战士后 如今的奏大再次致敬前辈 竟然手动打散了德凯闪光剑 故事开始 为了应对怪兽灾害 奏大三人在进行虚拟怪兽的射击训练 面对眼前的夏普雷星人 奏大紧追不舍将其消灭 可还是没有注意到身后的百慕拉 危险之际 德凯闪光剑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可知道是训练的他并没有使用变身器 就这样奏大在这场训练中宣告牺牲 回到基地后 他哪次狼口训着奏大的本次行动 并询问他想如何使用那股超乎常人的力量 奏大想了一下回答道 事后 博士将众人聚集在了一起 因为基地装备的攻击 无法对斯菲亚融合兽造成伤害 于是他将胜利猎鹰与胜利猎损进行了升级 只要这两架战机可以合体为胜利施救 那之后 面对斯菲亚融合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这个方案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一旁的奏大看着可以合体变形的机甲 突然一股兴奋涌上心头 是啊 哪个男孩子会拒绝如此浪漫的变形战机啊 画面一转 一处温泉小镇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胶囊 镇长听说后立即赶往了现场 看着眼前巨大的胶囊 众人立刻联系了精英胜利队 收到消息的队员们 当即就赶往了现场协助疏散群众 就在这时 一股红烟从胶囊中不断地涌出 伴随着烟雾散却 破坏兽莫斯阿甲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队长下令派出战机前往现场 可是子弹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其分号 哈乃次郎经过检测 发现对方的表皮有一种特殊物质进行保护 该物质的硬度比钻石还要高出58% 与此同时 胶囊之中传来了神秘的声音 原来他们是为了推销自家的怪兽才来到了地球 为了让人类了解一下该怪兽的特点 于是便命令莫斯阿甲开始了破坏 奏大厅后气愤不已 于是驾驶战机冲入了敌阵 可惜被莫斯阿甲使用火焰轻松击落 危险之际 奏大召唤变身器成功变身德卡加入战斗 看着着火的机翼 德凯使用当地的温泉来了一记奥特灭火 龙门雨牵下箭矿询问奏大的情况 为了不让奏大的身份暴露 哈乃次狼血起了奏大的声音 另一边的德凯在一拳关掉胶囊后 起身冲向了莫斯阿甲 面对眼前的怪兽 德凯闪亮形态不出意外的再次吃骨 紧接着奏大切换强壮形态 一掌蓝下了莫斯阿甲 在哈乃次狼的指引下 奏大明白了对手的弱点是头部的水晶 可惜有着特殊物质的保护 导致德凯的攻击毫无效果 莫斯阿甲顺势一发火焰 将德凯打入红灯状态 哈乃次狼见况决定合体胜利 时就进行攻击 在领会队友的意图后 德凯起身一拳砸穿了地底温泉 胜利猎鹰号也在温泉的助力下飞到了空中 哈乃次狼驾驶胜利猎损 当即与胜利猎鹰完成了合体 成功合二为一变成了胜利试救 有了新装备的众人再次展开反击 德凯上前虚晃一枪 随后一击耳光打的敌人措手不及 紧接着将力量汇集到腿 一发大火腿成功重伤莫斯阿甲 胜利试救也抓住机会 向对手释放了最后一击 在一声爆炸中 莫斯阿甲被成功击败 伴随着战斗的结束 奏大又成功完成了一项任务 故事最后 温泉镇再一次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温泉 而且德凯的照片还被镇长拿来招揽声音 下周 经典怪兽爱雷王55周年再度登场 德凯成功解锁奇迹形态